周二上证综指报收于2750.58点,上涨29.85点,涨幅1.10%,成交1137亿,上证50指数报收于2500.44点,上涨29.85点。 上涨34.56点,涨幅1.40%,成交268亿,深圳城指报收于8554.44点,上涨98.89点,涨幅1.17%,成交1542亿,中小版指数报收于5910.98点,上涨86.09点,涨幅1.48%,成交621亿,创业版指数报收于5910.98点,上涨86.09点,涨幅1.48%,成交621亿,创业版指数报收于5910.98点。 1455.50点,上涨11.81点,涨幅0.82%,成交506亿,截止收盘两市全篇合计总成交2679亿元,较前一交易日,明显放量249亿,个股上涨2967指,下跌467指,扣除新股因素,涨停52指,跌停60, 涨跌5%以上个股,120比11,投资者做多情绪扩散,以软件、云计算、信息安全、互联网、芯片等为主的科技股奏墙,尤其是为您健康。 在周一创多年新高以后,周二再次涨停明显,激活了科技主线的股性、板块联动性,而以苗位代表的医药、酿酒、商业连锁等大消费板块表现较雷平淡。 周期品种受期货和未来需求预期影响而短期跟随市场波动,盘中钢铁、水泥相对有所活跃。 各股方面,从成交金额的前20名来看,科技股占八指,以西分领域自主可控龙头公司为主。 周二创出多年新高的强势股有中国软件、航天信息、实际信息、为您健康、中心赛克、美亚百科、广联达等。 而逼近前高的个股如北方华创、浪潮信息、拥有网络等。 由此可见,基本面优质的公司仍处于强者横强的趋势震荡上行中,并且市场的共识愈加明显。 对于大盘、泄严维持一贯的观点,震荡驻底走势中,支出有反弹的需求。 尤其创业版的月线五联姻,极为罕见,很有可能走出月线级别的反弹。 周三五十个涨停板中,有二十个来至于创业版,说明创业版确实扮演着反弹及先锋的角色。 反弹行情初期,为了快速形成赚钱效益以便积聚人气。 主力资金会找软柿子来捏,会选择一些盘子较小,抛压较小的股票来拉升。 而且,创业版本身经历几年的几套末后,股价腰斩再腰斩,很多股票严重超跌。 打三折,打一折的股票很多,抱负心反弹情绪强烈,也很容易实现拉升。 五分之九周三,重点题材资讯,拿现款都买不到,电解液材料DMC溶剂价格调涨, 百分之四十电解液及溶剂概念股,奥克股份,江苏国泰,十大盛华,天字材料。 我国PBO纤维试产成功,打破国外垄断PBO纤维概念股,新轮科技,上海石化新一代显示技术, 我国科学家公关国产激光电视,取得突破性进展激光电视概念股, 海信电器,迪威逊,四川长虹,数码科技草干令,不如忘记涨价行情, 多重利好推升行业景气草干令概念股,新发集团,新安股份,养,农化工,江山股份,养殖户补兰积极性较强, 鸡苗价格快速上涨,创年内新高鸡苗概念股,鲜坛股份,华英农业,益生股份, 民和股份近期A股震荡不断,很多朋友频频的亏钱,被套之后惨不忍睹,熟悉老谢的朋友, 都知道老谢历经A股多轮的牛熊,擅长捕捉龙头股主声浪,左手逻辑,右手技术,多年总结的掌听复制法,成功率非常高, 对大盘的把握非常的精准,风险和机会也都能够及时的提示,8月7日提示的通郁通讯,目前已经盈利35.02%, 8月20日通过上升回荡选股法选出讲解的山东矿基,盈利49.67%,也赚不少,8月23日提示的起低股和收获两个涨停, 28日也及时落袋未安,平时我都会分享,不少朋友都把握住那潜力股,依旧老样子,每周公开一到两支, 涨幅预计在50%以上,微信18768891544。 。